百里古典正心改造的土著館 近前近十百客用 好好希望未来的土著館 可以有电视加教会的功能 让全国属性都可以利用土著館的资源 当时也有估计相关的活动 让学生更更亲近土著館 百里古典去年接受教育教保障 进行土著館空间改造工程 新的空间没有电视加教会的功能 也有估计相关的活动 希望属性可以多多利用 就是我们办了一系列活动 包含是学生美术课 还有社团活动剪止社的一些作品 我们把它陈列在图书馆 然后像我们学校还有捏桃的部分 那这些作品也都是有陈列出来 等于是把图书馆的功能扩大了 它不只是图书馆 它是一个展览场 然后吸引学生能够进来这个图书馆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我们有这个智慧型电视 那老师可以在里面 就是用绘本推动阅读 那我们还有小角落的部分 那老师们也会带着学生到这个小角落 推动一些生涯发展的活动 就是现在也有比较多新的书 不会让我们读同样的书 比较新比较干净啊 这样我们比较想要读书 不会就是读到一半睡着之类的 不会 经过之后的改建 我觉得气氛有比较轻松 所以满喜欢这个图书馆 而且里面有新的内容 然后满吸引我们的 哈哈 没什么都离兄企业煮 会才是煮生产体来不一样 希望可以菜费更多旅行的煮 让学生常常有新煮可以看 提醒阅读力来供华核实力力 今天本节观看 临京卢八里藏报道